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我录制了一个节目 指出习近平为什么连续四天没有公开露面 而且指出了他很可能在星期五的时候 在中纪委的前会出来露面 事实上 证明就是这样 他确实露面了 但是并没有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过去四天他没有公开露面 这个并不是我们无事生非 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大权罪务的中共领导人而言 连续四天露面这种情况是比较罕见的 并不是说经常见的事情 而且我们做这个视频 我们做这个网络电视 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尽可能即时地发现中国政治 或者是世界局势的蛛丝马迹 而且呢 尽可能把这些我们所发现的 所观察和思考的东西 即时告诉大家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动弹性的媒体 另外就是 有的人说 你赶紧把干货搞过来 讲出来不要啰啰嗦嗦讲那么多 但是事实上大部分的人不是这么看 我们的收看率越来越高 主要是证明了疑点 就是大家并不是说 马上知道一个事情 习近平没有露面 那么简单 而是说 他想了解一下 为什么没有露面 而且呢 尽可能能够找到相应的一些资料 对比进行一些分析 一些看法 这样的话 大家会洞察和了解 事情的更多的层面 提供更多的思维的方式 提供更多的分析中国的情况 的一些思维的方式 而不是简单的一个事实 如果你要了解一个简单的事实 世界新闻 你去看线就可以了 对吧 如果你要了解中国官方的 看到你看中国的新闻领布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看一般新的网站就可以了 而我们这个节目 就是要跟别人完全的不同 要做出这个 新闻背后的故事 要比一般的媒体更具有洞察力 比一般的媒体更具有思想力 所以我们 就是 每一段时间 每一个节目的时间都是比较长 就是希望 你表面上看是东南西城 你表面上看是 聊的很多 很多可能跟没有力气性的关系的东西 但实际上是告诉大家 一些背景知识 或者告诉大家我们 或者是我 分析这个事情的方式 那么 我再一次强调 连续四天 没有公开露面 是不同情常的 那有人就说 是不是政治局常委开会了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 也不是说没有 一般来讲可能性比较低 因为政治局常委 它本身就不是一个 日常性的这么一个机制 它表面上虽然叫常委 但实际上它是各自为伪 就是说 各自为政 那么 中共的主要的决策会议 一方面是最大的 当然是党的代表大会 因为这个党的代表大会 才能决定中央委员 决定中级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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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这个几个委员会上面的 比如说 主要领导成员 中级委书记 中级委主席 副主席 中级委委员 党的这边就是 政治局中央书记去 然后政治局委员 然后政治局常委 然后才是中央前会 中央前会的时候 那个代表就没有他们的事了 就是由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 中央委员会的开的会 叫前会 因为前会之上 才是有一个政治局 政治局就是 每个月开一到两次会 这个就是中共真正的最高决策会议 中央书记区是这样一个会的 日上的执行机构 总书记实际上 您个意义上就是书记区里面的 第书记 第二书记叫常务书记 是这样来的 当然书记区看哪一个阶段 现在这个阶段早就被软化了 对吧 有的人是中央书记区书记 他根本就是没有权力 完全取得于总书记给不给你权力的问题 那么政治局常委呢 其实就是各自分析探 他并不是互相去监督 见不互相监督 彼此之间也很少开会来通缉 基本上是你不会犯我的河水 我也不会犯你的井水 所以这个就是独立王国的来源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长期以来批评政治局常委这种决策机制 其实政治局常委它不是一种集体决策机制 它是一个各自为政的一个机制 那么习近平就干什么呢 有可能累了 想休息一下 那就说明他身体不好到这种程度 临续休息四天这个不营业啊 对吧 就说明他确实 如果是为了休息 那四天时间 对于这么一个大权在务 处理事情日理万机的人来讲 我觉得有一点不可想象 休息两天一天 像我们周末平常都是两天 对吧 就已经觉得要赶紧去上班了 那么有一个假日三天 四天如果不是跟假期连在一起 这确实不太清常 是处理去某一个案件 处理去某一些决策 或者说是开一些专门性的一些会议 专项会议 比如说 去 当然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两点嘛 对吧 一个就是经济问题嘛 对吧 经济问题到底怎么应该保持这种经济的增长力嘛 昨天我在一个节目里面就讲了嘛 因为经济的增长力在中国已经完全变成一个政治增长力 因为你经济如果不能达到一个目标 好像老百姓就会丧失信心 这样的话 中共还自己套下了一串枷锁 如果你 因为它本来就是说 以经济增长力和GDP来鼓励人们的士气 所以昨天在纽约开的一个会 中美一些学者在一起的会 就是说 有一个美国人就是直接指出来 所以说你这个GDP存在就是一个公关的作用 对吧 不是一个真正的考虑到品质 对吧 尤其是对于老百姓来讲 生活的品质 才是最关键的 对吧 但是中共自己设置了这么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你不能一下子放弃 但是事实上你的经济增长 不可能这么持续增长 对吧 不管你是专制社会 还是这个 还是民主社会 经济增长它有一般的基本的规律 它也有一般有它的一个 这个 有一个局限性 至少有一个时段的局限性 它不可能是永远持续是这样 但是中共自己把自己往火锅上面烤 所以你要么就造假 要么就要找到其他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 对吧 是不是经济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 是不是九大的人事 或者是九大的一个安排 其实是九大 那什么政治报告 那些东西都是没什么价值的 没什么意义的 那是空洞的东西 除非你 你真正要做出一个大的变革 否则的话 那个都是官让文 你知道 关键关键的关键 就是人事 人事则是决定性的 它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连续四天要讨论人事 似乎有点不像 对吧 没必要 或者是它到外地去了 到上海去了 或者是到中国的某一个军事基地去了 比如早一段时间 习近平去成都 对吧 去飞机制造厂 那媒体就没有报道 对吧 后来我们通过某一些巨师马迹出来 一些军事爱好者 还是一些什么人 就讲出来 啊 习近平最近到成都飞机制造厂 就是因为中国的某一个飞机 要试飞 那它来视察 对吧 这是有 也是有可能的 我讲的 它不一定是去飞机制造厂 可能去某一个军事基地 对吧 也是有可能的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现在最大最大的一个外交问题 不是一带一路的问题 而是呢 这个川普上台以后 中国怎么办 中国怎么办 对吧 是这个 这个 马上去紧急应对 还是在尽管其变 看待一下 川普当了总统就任以后 他有更 一些具体的行为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得有所准备 对吧 要有所思考 是不是听出这个报告去啊 去分析去了 好像四天时间 好像又太长了一点 对吧 所以我没有 坦率地说 我没有 非常想明白 就是说 习近平四天 到底干什么去了 对吧 我不知道网友查一查没有 就是说 习近平这样的行为 以前会经常出息吗 我在前天 昨天的节目里面讲了 只有 在2012年的时候 他有一段时间 没有出现 大家会比较惊讶 但是那个时候 也是因为 希拉利到中国访问 习近平按照原来的 议事日程是 他要接近希拉利的 结果不接近 那就很明显了 但是正好 这过去四天 他没有这样的卫视活动 所以大家没有意识到 如果不是有朋友提醒我 的话 我也没有注意到这个 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 这确实留下了一个 一个学念 中共中央总书记 担任了十几个组的 组长的 习近平同志 过去四天 做什么去了 我不知道 这个网友有什么分析 但是我下面 会继续 在未来的几个节目里面 会讨论 习近平在中纪委的讲话 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谢谢大家